而現在隨著員警確診的案例 越來越多警力也越來越吃緊 就基層的員警爆料了 說偵查隊長不准他們去篩檢 甚至要他們吃感冒藥 就好以防止人力短缺 像台北市警察局已經介入來調查 同時也證實了消息 做出了懲處 現在偵查隊長 還是有讓隊員去快篩 但是因為他言行不當 管理確實有疏失 既過一次調離限職 一旦有員警確診 整個警局都要做大規模清銷 但最令他們擔心的是 警力被隔離會有不足的狀況 有基層爆料 一名偵查隊長想出對策 不篩就不會確診 南港分局偵查隊36人當中 就有7人染疫比例相當的高 但傳出有其他隊員 想要進一步做篩檢 卻被隊長阻止 這名隊員4月底出現喉嚨痛 流鼻水頭痛等症狀 快篩結果陽性主動通知警局 要到醫院做PCR 偵查隊員接到隊長電話 不是關心而是苛責感到心寒 因為被質疑大家休假的話 工作誰來做 偵查隊長的態度明顯 其他人有症狀也不敢去篩檢 更進一步指控 隊長要他們吃感冒藥就好 不希望去做篩檢 就怕越篩能上班的人越少 台北市警局得知消息 立刻進行處理 台北市警察局表示 從來沒有不准員警做PCR檢測 如果同仁有狀況 還會由關懷小組適時協助 警察站在第一線 要先自我保護才能保護他人 畢竟上班上到確診誰也不願意 今天想說台北常報道